回国前再回学校看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那会儿最适合像成功你申请一个accentable的那种bachelor 嗯 那有 有处房吗 有 处房就有 对 但是他是那种bachelorstudio嘛 厨房跟住的地方是连着的 也不是连着 就之前他们家的样子你见过吧 去过吧 我说他住bachelor 你也去过吧 我这学校的考场终于给弄了 我这学校的考场终于给盖起来了 现在都搭个棚子 毕业典里就搭个棚子 我们毕业了 我们老溜 世界是属于你们的 奇怪 那儿 我觉得那个叫science building 一会儿去我之前的旧宿舍看看吧 刚来的那个 咱们进面也看不到了 这是学校的吗 我从哪里来过 我后面新建的 这个吗 对 意思之前不是学校他买了 也不是 这块地一直都是学校的 后面学校在建立的 我去照个网球场 你看是吧 实在 对 对 我之前我们读语言那会儿 坐着那么多车回 他的车就停在这个对面的那头冷死 咱家之前是不是也停到过那儿 要走一大街冻死了冬天 在这个网球场 就是Rodestay什么的 对 其实这儿 我之前还在这儿讲过摄影 这儿是个 应该是个训练场 点击训练场 那这右边这儿还在修啥呢 不知道 我当时刚来说学校拿车开的进 我把你握好无睡 对 对 这就是我那个楼 当时我唱起来没有楼 大黑狗 怎么这只有狗没有人摁有 哦 我摁历史啊 这是我刚读语言来的一栋楼 我当时就从对面 荒无人羊 taxi把我们放下了 以后就推着箱子来到这里 这个楼我的 我第一次来加拿大桌的地方 都忘了住哪户了 我当时就单间 走吧 而且当时住单间还是看运气的 单间跟双间是一样的价格 对 然后我就只好被排到单间了 但那住还挺好的 有个小单床 然后有桌子 凳子 没有衣柜 没有衣柜 对哦 都没有衣柜 我们当时衣柜就在行李箱里有一点跑 如果还有机会再读一次书的话 我还是想住宿舍 感受一下 可以回去申请个中文的研究生 中文研究生还跑毕业 毕业论文 你学了半天英文的写中文毕业论文 我不记得菜了 英文也写跑中文也写跑 中文也写跑 为什么 为什么 我当时那个1 我当时没有查过周恩科 那边这个停车场 我们都停完车没停够时间 就把停车票护送了 那边就挺好 今天老外第一次我忘了好像是脑妹带着 我也忘了应该是他 然后有个老外喊他了 然后我就说 他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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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真的假的 我说真的 从那以后他也开始就是 给谁 他也叫人英文评论 他就给了 就有人在这边交朋友 这不是你英文好的 是你这边主不主动 这边上学的时候 那班上跟Number玩的好 那老外喊多了 他能说几个英文 他就说 我这边人最好的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 其实你的女孩 他上身了 都没错 这边人 他就成功了 对 你 还挺好 他也会 你 我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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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感谢观看